Supreme為什麼能夠活那麼久 其實它在於創意 不是Supreme太厲害 是這些年輕人太不酷了 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酷的東西 所以他們只是跟隨著群眾 如果你相對的沒有文化底子 你很難做出一個很酷的牌子 在很早的時候 我們自己販售花瓣品牌為主 還有街頭品牌 因為我以前是DJ 所以我們以前大約在2008年 辦過很多場的Hip Hop Party 所以我們著重的部分 還有我們一些老客人 其實他們本身喜歡的音樂類型 跟服裝其實是很match 其實選物這個東西就是你在觀光 你會去當地發現當地的特色 這個東西其實後來有影響到 我們在賣東西的一些思維 就是如何販售一些東西是台灣沒有的 或向外國的朋友介紹我們台灣的特色 這個其實是台灣選物店未來的趨勢 如果對服裝有興趣的朋友 我會覺得你在服裝方面之外 你可能該學習的就是自我品味的養成 在音樂或者是其他次文化的方面 才會造就你對服裝的一些創意 這股的淘汰寫的No Music No Life 我都會覺得這句話影響蠻深的 因為我們應該小時候都受過音樂的關係 然後想要買那樣子的衣服來穿 所以音樂的威力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強大的 它影響到就是幾乎會是服裝 甚至文化、文化產業都會 當你花一點心思去研究別人的文化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其實一些文化 都沒有表面上的那麼膚淺 它其實都具有深度 我雖然受日系文化影響很深 其實我總會想把台式文化跟歐美文化把它mix 不敢講紙密那麼重 只是在台中我們耕耳那麼久 其實還蠻多個人相信我們的眼光 然後變成說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服裝美學 Less還是會比較叛逆一點